第四个 进行工业革命的标条件 现实的需求 对工业产品的现实需求 我们讲英国从18世纪开始在海外殖民地是继续的扩张 但是它要从事贸易的产品很少 能够自己拿出去的产品很少 所以只好采取暴力女的位主 这个不是长远之计 所以要想更好的在海外进行贸易 发生交换关系 自身的工业有所发展 所以很多商业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么第五个条件和其他国家相比 18世纪 英国是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但是也有人认为了这个法国可能超过它 或者我们讲到这个把握点 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生产国之一 是最发达的工业生产国之一 但是这个工业生产国水国工厂生产 产品主要是什么 这是英国水国工厂主要产品是什么 是模仿之一 对吧 是模仿之一 那么英国在18世纪建立比较发达的模仿之一 还要归功于尼德兰革命 尼德兰革命 那么在这个西班牙 与尼德兰这个方方打仗的时候 有大量的水工业者 为了逃避战乱 我们现在讲的逃到海外去 我们就逃到英国去了 那么英国这是寡泛的基拉 这就是水工业者 但是前进条件是什么呢 你来到英国 这个定居非常欢迎 但是必须要一个人 要带五个英格兰的土地 你这个水工业生产的时候 尼德兰是非常发达的 这些师傅来到英国以后 要带到土地 所以这个有效地促进了 英国自身的水国工厂的发展 那么到了18世纪中一的时候 英国这个水国工厂 规模和它的分工 都达到非常高超的一个地步 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步 这个前面我们也涉及到了一些 那么这样的科学进步 主要指的是以刘邓为代表的 一批科学家 从理论上解决了工业发展的一些问题 理论发展的一些问题 那么是在这里面不得不提的 就是英国皇家学会 英国皇家学会 那么英国皇家学会 这是把这个解决工业生产里面 所遇到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科体力标的形式出现 鼓励大家去投标 在解决生产中所遇到的问题 科学与技术呢 这个广泛应用于生产 这是五个方面 通常我们所讲的这个条件 但现在有人认为呢 除了这个五个方面以外 英国还有一点 也必须要提的 那么这个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的理论 就在18世纪以后啊 在英国以亚昂斯明为代表的 阐述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理论 我们现在称为古典经济学 在这个之前 指导英国 指导欧洲国家的 但统治地位是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呢 重商主义 那么和重商主义相对应的 亚昂斯明在他的书里面 郭富伦这个书里面 他就禅说啊 国家的财富到底是什么 他认为经营的多少 不能够代表国家真正的财富的多少 是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商品总和 古典经济学理论 这个里面 亚昂斯明为代表的 郭富伦啊 他产生了新的思想 代表国家财富的 是工农业生产产品的总和 工农业生产 工农业生产的商品的总和 商品 大家要注意的是商品 所以为了增加这些财富 增加工业产品 农业产品 他认为了要倡导自由竞争 倡导自由竞争 反对过去的垄断 反对过去的垄断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 为工业资产阶级 为工业资产阶级啊 广泛的开展的经济活动 提供了理论工具 理论的一个根据 所以我们这个 有人认为呢 还要加一条 就是到18世纪以后啊 出现了新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 对英国能够最早进行工业革命呢 在理论上 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根据 这是我们工业革命的前提和条件 在我们书上里面这个有些内容啊 这个有了 所以在这里稍微讲一下 第三个问题 工业革命的进程 那工业革命的进程 那么关于工业革命的这个进程 也准备了这个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 工业革命我们家最早是从 棉纺制也开始 是吧 这个大家反正都知道 我们在这儿梳理一下 最早是从棉纺制经线的发明和改进开始 为什么最早从棉纺制这个行业里面开始 我们教材里面啊 这个已经做了一个介绍了 这个分成几个 好像分成三点吧 来讲了这个为什么最早从棉纺制也开始 分成四个方面来讲的 在98页 98页 如果从这个实际上来讲 引起英国棉纺制机械 这个出现发明朝的 是1733年 凯一发明飞缩 凯一发明飞缩 那么凯一发明飞缩 主要是引起了 织布行业 织布行业 发生巨大的变革 织布 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织布 大家现在在农村里也看不到了 是不是 主要是把金线和尾线 用梳子把它穿插起来 那形成一个布 土布 但是呢 这个是 这个速度很慢 是吧 不能满足当时啊 这个英国人啊 或者欧洲人 顶边不过来这个需求 那么凯一所发明的这个飞缩啊 主要是在脸头 这个用这个机械的方式啊 这个来回来就传输去运动 但是这个这个飞缩为什么不作为工业革命的开始 为什么不能作为工业革命的开始 因为这时候还是手工 手工进行 还是手工进行 那么不管怎么样 这个飞缩的出现 就造成英国当时出现的沙荒 沙不够 这不是速度快了 仿沙 速度跟不上 所以在1851年 在1751年的时候 1751年 英国皇家许会 向全国张榜啊 张榜 这个说谁能发明 同时能这个这个防六根沙土 还要一个人操作 这样的机械 给予重赏 所以能发明一个机械 那么同时呢 这个防六根沙土 还要一个人操作 那么同时防六根沙土的 奖金是多少 五十英镑 当时是个数字很大的 五十英镑 那时候人啊 这个一年的生活费 也就一帮多一些 给五十英镑 重赏 五十英镑重赏 我们要重赏之下 并有勇夫 是吧 所以那时候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模仿这些 冥仿这些 人们在纷纷的埋头啊 要搞这个 这个这个 防沙的技术的一个变革 一千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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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格里夫斯 从一个防沙基 倒下来的防沙基 这个得到个启示 发明了真理防沙基 真理防沙基 那么这个真理防沙基 最初能同时防八根 八根沙土 后来呢 这个这个 这个又增加到十六根 十六十八根 这个沙地 这个防徽啊 同时到这个十六到十八 但是呢 这个沙有问题 这个出势不匀 容易断 只能够作为尾线来使用 那我们将这个金尾线 金线齿的力要大一些 啊 因为这个线比较细 不均匀 所以作为尾线来使用 尾线来使用 尾线来使用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哈格里夫斯 发明真理防沙基 那么到一千六九年 一千六九年 阿克莱特 发明了水利防沙基 发明了水利防沙基 那么这个阿克莱特 发明了水利防沙基 是在工业革命史上 是引起了巨大的变化 那引起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水利防沙基 从这明天给看出来 以水为动力 那以水为动力 那么它防出来的沙 比较粗 正好呢 作为金线来使用 啊 问题在哪里 所消耗的棉花太多 不够经济 是吧 这个 明显的比较粗 那比较粗 那么 有关这个人啊 在工业革命史上 是一个普受争议的人物 不是争议的争议 这个人是个大肚子 啊 这个皮球洞很大 过去呢 是个理发师 啊 理发师 那么为了这个 拿到这个五十英邦啊 啊 他呢 整天这个拿着 据说整天背着个法套 啊 因为当时喜欢戴假发 背着这个假发套子 到一些这个 纺织工人家里去跑 看看人家在那里有什么发明啊 就是有一次就看到人家呢 发明了水泥防刹机啊 马上就是 剖析过来了 但是这个人 有两个优点 一个 马上就 申请专利 啊 前面那个发明 发明不算数 不承认 马上就要申请专利了 所以 这个水泥防刹机 就是阿克雷克发明的 啊 现在有没有一些水泥防刹机都有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它是 集中到 有水泥资源的地方 去办厂 办厂 所以现在的工厂制度 资源 是阿克雷特 传办 阿克雷特传办 所以我们要这个人有发展眼光 敢与库达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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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阿克雷特的 这个 这个肯定的地方 那么 前面两个仿杀机 更有 优点 更有缺点 是吧 到1779年 库隆普顿的时候 将前面两者的优点 结合到一起来 发明了 缅 缅 缅 成为奴基 成为奴基 那么到此为止 仿杀第一步完成了 仿杀第一步完成 是吧 1779年 库隆普顿 这个发明了这个奴基 仿杀的杀性呢 这个是不仅仅是均匀 啊 并且同时可以 防三百到四百个杀地 啊 同时防三百到四百个杀地 解决了 杀荒问题 啊 那么杀多了 支布的速度更不杀 那么最终化上句号的是1785年 卡特雷特又发明了水泥支布基 啊 水泥支布基 所以水泥支布基 这个出现一个 人们穿衣问题 在基本得到解决 穿衣问题得到解决 所以从这个1764年到1785年 是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啊 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解决了纺针领域里面 从手工生产到机械生产的一个过渡啊 这个过渡啊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机械行业 啊 这个机械行业 嗯 那么这个我们是看到 这样一个场景的话 就基本上就是19世纪以后了 啊 这个防沙场 啊 支布场 啊 这样的场景啊 前面我们讲的 是传疑问题 啊 传疑问题 明以时为天 但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 啊 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一的时候 啊 英文人的生活面貌了 在其他方面也发生变化 啊 主要是日常生活里面 主要是使用的淘气的气力发生变化 那么这里我们介绍呢 就是维其武德 啊 维其武德 那么维其武德 过去我们那边不大讲的 啊 我认为这个人啊 对我们现在来讲呢 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参考意义 这个一般翻译成乔西亚 维其武德 啊 为什么必须要写上这个呢 现在有个公司叫维其武德公司 啊 维其武德公司 这是世界上生产陶瓷最顶尖的 一个企业 啊 它生产的这个产品啊 这个网也好 盆也好 在某国内 都是几百块钱一个的 啊 甚至一般好一点都上千块钱一只 那么这个人 生存连在1930年 到1995 1995年 没有高手 65岁去世 1959年的时候 创办自己首家陶瓷工厂 那么这个 这个人啊 实际上是他的父亲 他的哥哥 都是生产陶的 啊 生产陶 陶制品 陶制品 生产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面 那么他呢 这个也从小雅如木染 就是他九岁的时候 就开始进入他的家庭 这个家族企业 但是呢 他这个天生啊 有一个问题 他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 他这个腿啊不行 他的右腿啊 这个起不到力 那么那个时候要生产陶 要用陶轮 这个陶轮要用脚来踩 是吧 所以他天生的 不能作为陶工去使用 就是他实际生产不行 是吧 所以他转而干什么呢 依靠他的大脑 专门从事实际 啊 从事实际工作 1959年的时刻 开始呢 自己单独搞一家陶瓷工厂 啊 1902年 实验成功米白色的瓷吸 啊 米白色的瓷吸 专门生产米白色的 它是眼光 是盯着上层 盯着这个社会的上层 在欧洲 真正能产生影响的 是1774年 1774年 为俄国沙皇 啊 当时卡塔琳娜制作了一组啊 952件的残局 啊 952件残局 据说这个 现在这个神仇在世的 有50 还有50多件了 这个前几年在外面铺卖的时候 达到上千万美元 啊 上千万美元 那么在这个之前 它在欧洲就有一些影响了 啊 有些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呢 我讲个小插曲 啊 给大家看有没有参考下去 它在英国 这个 搞的这个米白色的瓷吸啊 价格太贵 价格太贵 我们讲它是定了这个贵族阶层 那么英国的 英格兰的市场就那么大 啊 市场有限 所以它必须小欧洲啊 要打开市场大门 那怎么去销售呢 它就给 这个贵族家庭 每一个家庭 他寄一套户过去 啊 寄一套这个米白色瓷吸 这个给你使用 啊 给你使用 那么适用期 有的是几个月 有的是上 这个一年 如果你适用完以后 不满意 我再去人了 再把你取回来 不要钱了 啊 当时人家讲 你这是一碎的产品 碎了怎么办 它碎了也就碎了 不满意 这里一个起到什么好处呢 啊 这个贵族一看 这个瓷吸好啊 并且人家都是讲究脸面的 基本上没有人退货 都买下来了 啊 买下来 但是贵族使用 它有一种效应 因为其他模仿效应 所以后来欧洲人 纷纷地使用它的米白色瓷吸 感到啊 就魏容 感到其中财富的象征 大概 这种使用的时候 它真是为皇家来制作了瓷吸 所以将来到这个 18世纪这个下半夜的时候啊 在欧洲呢就站了个脚边 那么后来这个影响更大的 是1775年所发明的这个折漆 白色无光无上幽的 无上幽的这个折漆 这是到这个时候位置 威奇伍德在世界上 成了最大的淘气生产商 淘气生产商 那么这个 它采用这个分销的方式 这个老头啊 据说呢 他整天到这个下面的水工作坊 在这个工厂里面去转一圈 神明拿着一个权杂 拿着一个拐杖啊 拐杖啊 这拐杖不是他处得走路的 而是看到你产品不好 就压巴了敲碎 所以他追求的是产品的质量 质量它是第一位 所以后来我们讲的企业啊 什么东西是神明 质量是神明 这是神明 那么在他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啊 他的后代呢 又发明了骨瓷 骨瓷 那么这个骨瓷在1812年的时候 首次出现 那么在我们国家生产骨瓷 是到1965年 在唐山最多生产 那么骨瓷 大家可能还没有听说过 是吧 这个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 那么骨瓷主要是在这个生产过程里面 加入了这个骨粉 就骨头啊 木仁粉 加入骨粉再加其他配方 着实增加它的磁漆的硬度 这个据说曾经做过实验 这个网啊 放在铺子上面以后 这个汽车在上面开过去 这个网还是不碎 到这样一程度 到这样一程度 那么骨瓷的这个净品 这个是在网上下来 这个据说一件呢 这些都是啊 这个上万元这个捧卖 那都是很贵的 谢谢 谢谢 谢谢